据尼日利亚当地媒体报道,10月20号晚,一伙武装分子袭击了位于尼日利亚境内的阿卡铁路,用机枪向一辆火车的驾驶室扫射,导致火车被迫停运。 而21号凌晨,武装分子又返回炸掉了一段铁轨,试图让这辆火车无法返回。 而视觉不妙的司机紧急启动火车,火车也奇迹般通过了断裂的铁轨安全返程。 从媒体发布的照片与视频来看,火车头部遭到机枪扫射后留下多处弹孔,车头前甚至脱落了一大块漆,足以见得了当时火力之猛。 而从驾驶室看,前挡风玻璃遭扫射后掉落,但并没有变成碎片,而是依旧是一个整体。 虽然玻璃完全裂开,可没有看到子弹打穿玻璃的弹孔,同时驾驶室内也没有看到弹孔与血迹,这说明当时火车遭遇的袭击虽猛。 但驾驶室没有被打穿,保住了驾驶员的性命,这也是火车最终能安全返回的重要原因。 此外,还有一段视频显示了当时铁轨被炸断的情景,树根枕木以及一小段铁轨被完全炸断,好在破坏范围并不大,最终能让火车顺利通过了被炸断的铁轨。 可以看出,整个事件就是针对尼日利亚铁路的一次恐怖袭击。 另外,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是,遭到袭击的火车,看起来是一辆并不落后于时代的内燃机车。 经过网友辨认,这是一辆东风11G型内燃机车,由中国制造。 东风11G是中国为满足第五次铁路大铁速特意研制的。 该火车的特点就是,在速度超过150公里情况下,保证列车安全运行,并且采用更加智能化操作。 东风11G机车仅需要一个司机便能操作,不需要副驾驶,并且机车采用危机网络控制技术,安全监控装置,系统具有机车逻辑控制,网络重联控制。 机车故障诊断功能和远程监控诊断功能,正是有了一系列安全保障,才让火车在此次袭击中成功脱身。 这也证明了中国制造技术过硬。 值得注意的是,就在不久前,尼日利亚铁路公司宣布,包括阿卡铁路在内的尼日利亚各铁路线实现持续盈利,已经偿还了2亿美元贷款。 阿卡铁路被誉为非洲最先开通运营的全中国元素现代化标准轨铁路,于2016年7月26号正式通车,由中国企业中土集团成建的拉伊铁路正式开通运行。 这条铁路连接尼日利亚首都阿布甲与卡杜纳州首府,全场186.5公里,这条铁路的铁轨由中国企业设计建造,列车也是由中国提供的,而铁路总投资为8.5亿美元,其中中国提供5亿美元贷款。 原本是一条带来希望的铁路,如今却发生恐怖袭击,也是让人无畏杂陈。 好在中国制造的火车与铁轨质量过硬,没有出现人员伤亡问题。 然而,